考夫曼将于11月8日首次在台举办唱会 牛耳艺术提供 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台北我来了 当今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华格纳南高音一哥乔纳斯考夫曼 Jonas Kaufman终于踏上首次访台演出的行程 考夫曼于昨日由德国出发前接受岳阳访问时表示非常期待这次的演出 因此特别提早出发来台准备 还很高兴的在脸书贴上登机后的照片说 On the way to Taipei 纽约时报以它是一个歌剧院的演出保证 是这一代最重要 最多才多艺的人 赞誉考夫曼是当代第一男高音 此次访台独唱会将演出古典艺术歌曲 对我而言 艺术歌曲在所有歌唱领域里是皇家等级的 它需要比其他歌唱领域有更细腻的掌握 更多的音色 更丰富的细节处理 音量掌控 对音乐和歌词更精细的掌握 考夫曼说 在唱艺术歌曲时总是赤裸裸的 只有你跟你的钢琴家 你们两个为整个表演负起责任 无法责怪其他人 你必须从头到尾的专注 考夫曼特别提早出发来台准备读唱会 并高兴的在脸书贴上登机后的照片说 On the way to Taipei 牛耳艺术提供 将为考夫曼独唱会担任钢琴伴奏的哈 而马特德曲 Hermude Deitch不仅已是考夫曼演唱生涯的老搭档 也是考夫曼的老师 考夫曼甚至认为是德曲开起了他演唱艺术歌曲的事业 谈到与德曲的交情 郭天这大概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考夫曼表示在认识德曲之前 他曾觉得艺术歌曲是叫柔造作的 在艺术歌曲中谨慎 在歌剧中则许含唱雄辩 Delicacy in Leida Belting in Opera 有一部分确实是如此 但只是一部分 考夫曼说在我遇到哈尔马特之前 我几乎总是轻柔的唱艺术歌曲 但在认识他之后 有一次 德克堂给我投下了震撼蛋 考夫曼说有一次上德曲的课 但因隔天要参加试镜还没准备好 只练习了永探调 德曲便说好吧 那我们来唱永探调 至少还是有好好利用上课时间 但唱完之后 他被德曲好好的指教了一顿 告诉我 你刚刚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你这样唱歌 你唱这些永探调的方式 与你在我面前唱艺术歌曲的方式完全不同 考夫曼说 那时他才明白 不应该以脚柔造作的方式唱艺术歌曲 而应该运用全身的力量及精神 不只是动脑 德需要他卸下拘束 放开来唱 瞬间一切都不同了 我从前唱艺术歌曲 无法感动人 因为我常常拒绝让我的声音自然的流动 与哈尔马特的这堂课 开启了我演唱艺术歌曲的事业 尖善德语 法语 意大利歌剧道 舒伯特 抒情艺术歌曲 考夫曼首度访台 江宇的屈膝首于11月8日 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充现南高音的黄金年代 演唱包括舒伯特 舒曼 杜巴克 李斯特 理查史特劳斯等伟大作曲家的知名曲目